花蓮的赴墙路凌晨5点多两辆的黑色轿车 其中一名驾驶朝停在路边的银色轿车连开八枪 而且枪到的位置枪枪毙命 车主隔天起床看到这样的景象全吓坏了 两台轿车在路口并排停了一下 过没多久比较小台的黑色轿车急速向前行驶 接着就听到连续强声 车内的人朝着停在路边的银色轿车开了好几枪 然后就开车加速逃离现场 车主隔天醒来看到满车弹痕全都吓傻了 时间到回12号清晨5点多 两台车不清楚什么原因 拿着钢珠枪朝银色轿车驾驶座扫射八枪 而且位置枪枪毙命 恶意这样对驾驶座 然后是朝驾驶座人的头部开 还是这样对 这非常 如果人在里面的话 应该是枪枪毙头 你有特别跟人家结缘吗 应该是没有吧 是这样人都不认识的 刚才针对你 以前这边没有 他就能够被救到 目前李先生已经报案 警方演证调阅沿线的路口监视器 希望能将开枪的嫌犯逮捕到案 尽速厘清案情 也才能还给附近民众一个安宁 记者红门窍 吴宇宗 花联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